有一些家长他们理解他们的孩子 没有能力去在学校里面独立的学习 所以他们就会安排那个陪读 这里的陪读可能是一些 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 他们不可以分辨孩子在学校里面 应该需要什么的那些条件 或是那个目标才可以学习 所以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在学校里面进行教学 还有那些陪读可能就会看到 孩子没有装心就会走出来 然后提醒他一下 你要装心哦 或是就会重复一下 老师刚刚的那些指令 又或是在幼儿园里面 老师那个音乐课 可能老师就会做动作还有唱歌 如果陪读看到那个孩子 没有做那些动作的时候 就可能会走出来 然后抓住他的手 然后去完成老师的那些动作 在这个情况下面 你可以想象我们没有提供任何的机会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独立的去完成老师的那些动作